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潘少统 恐怖在线 Edmond Store 今期推介 身体健康 无视无视 大家都需要追求 所以Edmond Store 有些好东西介绍 希望大家新一年更健康更健康 今天来到这里 看到我穿着这些衣服 都知道跟运动有关 我们的潘聪学堂 来到中国和香港拳王 向柏榮先生 你一个合作 Hello 你好 你好 师傅 你好 向师傅 你好 今天来到你这间拳馆 我们将会有一个Clossover合作 希望我们的听众观众 上来这里有些全新的东西玩一下 是吧 没错 没错 专门是给Edmond的听众预设 有三个课程 第一个课程是综合迫击的训综合迫击 综合迫击 有三个课程 今天当然很累 对 第三个课程 就是一些按摩的舒缓 按摩也有 没错 没错 用自己身体的体重力量 加上按摩的滚蜜 就会帮助你舒缓回身体的肌酸 做了这么多的运动 综合了腰 都可以了 舒服了 舒服了 所以如果大家都希望健康一点 健康一点 记住在Edmond's Store 留意我们的详情 跟着教练 学一学 身体也健康一点 即是被他去了一个妙祝 打理这间妙子 是 是 当时他刚刚打理的时候 他其实不太相信这些东西 他相信科学 他觉得 你们叫我我就做 他有没有工作 嗯 我是看着他 本身他很瘦 这么多年来都很瘦 但是看着他 经完这间妙之后 他的身形 可以告诉我 其实他是开心的 哦 肥沙 在里面 但是直到 我跟他有联络回过这四年 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中成定 那我就有探过他 他跟我也介绍过这间妙子 拜的是北帝 跟佛山的北帝其实是一样的 是 但是他的历史是比佛山的北帝还要来 有整个千年的 嗯 那这间妙子就在 道江 清朝道江 09年 是1892年 是重新再重建过 是 但是其实有整个千年历史 那北帝脚下的两条盘龙柱都已经 九百年历史 还保留着 是密密来的 是是是 那接着呢 那 不知为什么 他离不去世前两个星期 我打给他 我怎样打都打不到给他 嗯 是 另一个人接的 那我以为 哎呀他是不是被人偷了一部电话 因为他经常都很论 嗯 那突然间我一收到电话 就已经说他就走了 哦 突然说他跌倒了 那我就 上午已经立刻买机票 晚上机票回去 嗯 那回到去我还可以见到他一面 我说 怎样等我回来才去火化 因为乡下的习俗是 其实当日走了 就要 即刻来的了 是呀 即刻来的了 因为那里乡下没有什么冷冻设备 嗯 那我已经 我是早上飞机赶回去 我老公是下午 晚上回去 那我回到去那时 看到他的围体是 好像 黄色擦了整个面板 其实我有点害怕的 嗯 接着我听回 帮他换兽衣的那些 阿婆告诉我 他的死状是很恐怖的 因为他是突然间 我看回CCTV 他是进了廟 开了一门 早上 接着就进了厨房 就没出过来了 被人发现 是两个小时之后的事 可能在煮早餐 嗯 接着他整个死状是趴在那裡 想掙扎 想起山山 看出他有掙扎过的 嗯 穿着拖鞋 接着整个面是紫色的 是 眼睛是合不上的 嘴是抹大流口水的 嗯 接着是被人扶他起床 其实那些人是见到他 见到一件东西 又没有灯 又没有着灯 刚刚天亮的时候 是以为自己遇到的 是不敢 他一个婆婆看到先 是不敢进去救他 是什么叫人过来 但已经太迟了 那他帮他换衣服的 阿婆告诉我 当时她的眼睛都是合不上的 帮她换衣服 但是跟她说 你女儿正在回来了 你放心 她们都在回来了 再帮她 当时就合了 好 这个我们都觉得 会不会是她本身有些隐性的病 是吧 好了 你觉得不是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 我回来 我认识了爸爸的伙伴 其实是这三个月前才加入的 他告诉我 我跟爸爸很友善的 他日后跟我聊了很多个电话 他告诉我 他临去世前三天 每晚都发同一个梦 是梦见 有人叫他全名 是 跟他说 你够钟了 跟我走 这样 然后每天 一扎醒的时间 是同一个时间 凌晨5点40分 哦 第四天 他就走了 即是有个梦 好像叫你爸爸要走了 是 他笑着说 其实他不怕 他笑着说出来 但没想过真的走了 OK 我亦都跟你mike有谈过的时候 就好像说 你爸爸 动过肚子 在这间庙子 动过肚子 而同时间不止你爸爸 还有其他 跟这间庙子 相关的工业以外 是否可以这样说 嗯 因为我回到去 很多人就慢慢跟我说 他说 其实你爸爸不应该 动肚子 嗯 他说 因为这个庙子 真的是很猛的 你不可以立刻动它 十年前的那个经营者 又是打算装修回身 嗯 那就动了肚子 那就是 当时的装修师傅的儿子 就连人带车失踪了 就找不回 后来呢 在这个邵庆市的市区 找回一部车 但是人依然是 失踪的 哦 车就找到人 就找不到 是 找不到 嗯 那接着今次到我爸爸 那他们又说 你爸爸出事之前 其实是刮到一场龙卷锋 其实应该 新闻都查得到的 小庆啊 佛山那一带龙卷锋 是 那我祖屋的瓦片 有一半是被龙卷锋 掀起了 哦 OK 好像有些先兆 那样的 一动到个庙子 那些东西 就有怪事发生了 是 还有 冻了土之后 村里面 有 比较多的人 我不知道几个 等等 是相计 有些是意外的走了 又是出死 有些 所以村民就开始有意见了 是 有什么意见 就会觉得这个庙子一向是保佑村民风调雨顺的嘛 嗯 因为他说我爸爸是一意孤行 说想建设这个庙子 就不听人劝 是 那他说你不听人劝也不要影响到村里面其他人 嗯 那我今次回到去 因为 就见了我爸爸走了 只有我一个女儿 就过继承 那我今次回到去 我以前就以为 为什么 我妈妈就跟我说 会不会你爸爸的家庙不是那么好呢 是 即是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了 他这个姓氏 这条拉 嗯 那时候反破旧反迷信 文革 我每天都要响应 是共产党的号召是带着那帮村民 是将这间庙子全身而平坐的 哦 是的 那我的妈妈就在大概一年之后 是上山斩财被洪水冲了来浸死了 哦 即是任何人对这间庙子做了一些不敬的行为 就有事了 嗯 是不是这样 是 然后我爷爷都不算是很正常的死亡 我自己是个中医来的 但是他也是病死的 很年轻的 45岁的那时候 所以其实我是害怕的 我是觉得 即是 我对自己的庙子也很有威严 但是我又很害怕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家人可能对他做那些不敬的事 嗯 虽然说我爸爸临去世前的这几年都贡献了一间庙子 都积了一些功德 但是 我不知道 其实我也不知道 现在很害怕 现在Tracy害怕就害怕 因为你要接手去管 是不是 现在是这样 那究竟是不是要做这件事呢 你意思是这样 是的 因为牵涉里面好像太多一些 解释不到的 诡异事件 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是不是 我是有一种 一种好像使命感 但是我又很害怕 你刚才看到的 只是恐怖在线部分的精华片段 想看完的话 很简单 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1点半钟 登入去admanpoint.com 就看完全部的节目 是免费的 但是你也可以 自己下载 下载何时看就何时看 这个就是一个月费 声音的 25元 看市像的 35元 任君选择 只要登入admanpoint.com 找到一个付款方法 你就知道如何付钱 很简单 有paypal 支付宝 好了 银行入宿 甚至上来我们 太古人夫七欧 付钱也是可以的 不要想太多了 立刻行动